老板不在家居家修行十四天 要不咱们摸个鱼去吧 我看行 走 公司正好有台试驾车 咱们先试试啊 你先说你认识这是什么车吗 我看看啊 东风风神 对了呀 东风风神 AX7马赫版 我们先看这个前脸啊 你就看这个前脸 多么的激进 壮色处理 够不够实尚 19寸的轮圈 好看不 帅不 这个什么意思 马赫 马赫 马赫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一个引速单位 一倍的引速 就是一马 什么意思呢 这个发动机 就是马赫发动机 1.5T 德系 日系 你去里面找 很少你又能找出参数 有这么大的 我跟你说 咱们中国的消费者 行了行了行了 你快说去哪吧 这都几点了 咱们去春游一下 这是我带的东西 可以啊 我带了个床 钓鱼 而且后排座椅 你给它推平以后 整个你躺在里面睡觉都没有问题 算了吧 我在家一样能躺平 我跟你去了 别别别别 听我说 听我说 车里还有景气 走 咱们去的是延庆的转体画廊 就现在这个天气 这个季节 多么应景 春游 我对春游倒是没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车 我觉得不错 回程的时候很离开 而且我告诉你 到了之后 有惊喜 你最好别骗我 这个1.5T它真是有点不一样 它就是猛你知道吧 你看参数就能看出来 300牛米 有几个1.5T有300牛米的动力 关键它还能调得顺 一个7速的十字双离合 看驾驶模式吧 驾驶模式调节在这 有节能 运动 还有个雪地模式 很SUV 平时就用这个舒适 我觉得就可以了 正常巡航转速 就是非常的平顺 中低转速 非常的舒适 那需要超车的时候走吧 就比如现在 我切一个运动模式 你看转速 直接就到2500 然后这时候 走你 这时候油门就非常的跟脚 而且发动机会积极地拉过转速 变动箱的响应也非常的及时 我刚查了一下 这车顶配才不到13万 配置够用吗 够用吗 把妈去了 我说这配置相当可以了 360全景影响 这就是新手司机的福音 还有一个什么 同级少有的 而且在这个价格上 就根本不应该出现的配置 并线辅助 并线辅助 老司机用不着这个 你真别说那话 你像老司机 它技术再好 它也有旁边 盲区 有车不打灯的时候 有摩托车 在你盲区里的时候 这不就多添一层安全吗 你看导航走了一多半了 我还没跟你说这车机呢 这是一个12.3寸屏幕 它支持手机的华为 嗨卡的酷帘 手机投屏什么的 都OK 你看这个操作 介面清爽 操作简单 而且屏幕滑动什么的 非常的流畅 整体太OK了 而且新手 就没用过这车的人 看一眼 基本这功能就全明白了 你看这儿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手机放在这儿 非常的方便 行了 你专心开车吧 我先睡会儿 行吧 到了叫你 这儿路选的真不错 感情 无限风光再显风 为取哪得清如雪 唯有源头火水来 咱这文化 你别说这100公里开过来 一点都不累 要不说您是精神小伙呢 就是不一样 不能那么说 为什么呢 我的座椅上有通风加热 而且这个价位上的车 有按摩 我说你这一路怎么没延运呢 你自己享受去了 主驾尊享配置 真是 你不说有惊喜吗 这就是惊喜 你给我翻译翻译 什么叫惊喜 钓鱼这件事情 它是磨练新兴 陶冶情操 其实最重要的呢 并不是说你钓上鱼 最后来多大一条鱼 重要的是 你钓鱼的这个过程 你成为了一个更平静 更从容的自己 强哥所以你能去做 挖点秋剑 合着你这半天没耳的 愿者上钩吗 真不错 强哥你不来一口吗 九二加满 这多少钱 厉生 八个三 请书主加油卡密码 八个三 累死我了 我们刚才加了30.89升的油 然后车里的里程表显示 我们走了468公里 我自己都不觉得 我的天我居然开了那么远啊 这一天 最后算出来呢 油耗是6.6升 这个油耗 今天还是高速居多 但是这个油耗 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